李佳琪小课堂 每个星期天 李佳琪小课堂收纳课要开课咯 好不好 来 所有女生 跟之前一样 我们先看一个仙导片 收纳小课堂 来 看仙导片 好猛我毯子呢 嗯 哈哈哈哈 在柜子里 不是我啊 不是我爱把毯子 啊 我咋了 哎嘿 8月20号完 首先李佳琪小课堂收纳课 我们不见得到哦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 李佳琪小课堂第九堂课 收纳小课堂开始喽 那今天李佳琪小课堂 我们请到了专业整理收纳师 韩奕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 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收纳小技巧 帮大家一起解决一下收纳 嗨 大家好 我是韩奕恩 NB大家就叫我一恩吧 其实收纳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但是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大家在 听我们今天收纳小课堂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哦 拿个小本子记下来 而且你们一定要记得 手机有一种叫录屏 你们一定要把老师 教你们叠衣服的方式 挂衣服的方式全部录下来 因为你们自己在整理的时候 可以看的视频 然后来做什么 做家庭的分类好不好 那老师为什么很多人 在整理和收纳的时候会出现 比如说东西太多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或者整理收纳会觉得越收越乱 还有的女生会说 整理干净了 没过几天又乱了 OK 这个必须是一个老生常态 是 但是我们来说一下根本原因 其实整理收纳 它并不是简单的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简单的打扫 或者说把东西就用放整齐 是 而是它需要专业的学习和练习的 所以整理收纳不等于简单的打扫 把东西白放整齐 没错 这是第一个误区 对 我们还有一个误区呢 就是很多人说 哎呀我要是扔掉东西变少了 是不是就好了 所以也不是 我遇见很多客户吗 扔完了之后 就像随便捧头发一样 捧捧捧完了之后的一样 越来越少 对啊 越来越少了之后怎么样 越来越来越买更多 还要再买更多 所以其实就丢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又来了那么多东西 对 盲目地扔东西 所以第二点 扔东西不等于变成 那老师就是我们第三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 就是很多人会说就是 前面两个就是看起来不乱 然后用起来很乱 就是我们收纳还要注意哪个点 所以我们要买盒子 要买盒子 对 对 很多人说 哎呀 我就买箱子买盒子 是 买的多多的啊 然后柜子打的多多的啊 这样的话肯定就不败了 也有容积 所以有人在买房子的时候 或者在装修自己的衣帽间的时候 会说我要巨多柜子 对 我跟你说 我妈就是这样 我妈说 柜子少的柜子少 没地方放到什么 没地方放到什么 再来一点柜子再来 整个家里全都是柜子 只是也没有整理很干净 是的 反而他也可能会发现 找东西的时候更麻烦 所以收纳箱买得多 也不等于收纳箱 没错 你看我们一定要讲 叫做看起来不乱 用起来不乱是两个事 那老师到底收纳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好一个收纳 你帮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就先进入四个词 哦四个词 对 第一个叫适量 然后第二个叫适态 第三个叫适位 第四个叫适体 我这样说 可能大家觉得 哇 什么东西都不懂 所以我们就一句话来解释一下啊 把适量的问题 以适当的方式 放在适当的位置 必要的时候 动号 这个时候服以必要的收纳体 这四个词 每个最重要 是 我告诉你们 它是个顺序 就是你要记住这个顺序 然后这四个词记住这个顺序 所以我们在做正常的一个收纳的时候 一定要先看适量 适量考量完了 再看适量 适量结束了 再看适位 最后再看要不要收纳体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必要 甚至可以不需要用的 接下来 我们会移到我们的服装区展示 然后边操作边讲解 因为我跟你们说 真的收纳是一个大询问 嘴巴讲不起 让我们先请老师移步到我们的服装区 然后我们直接把直播间转到我们的服装区 让老师边操作边讲解 好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边准备了一个行李箱 就是希望老师可以帮我们真实演示一下 适量就刚刚说到的试 适量的试态 试未试几 这四个试 好不好 所有女生们 我们这四个字如何来做演示 就比如说一个行李箱 我们应该做到怎么样做到这四个字 对 我们就先来讲第一个是适量 适量 你知道我们做收纳之前数量最重要 数量就是什么 数量它确定了什么 确定了你的问题的一个精确性 了解 你看比如说我们要出差两三天 但是我们带的衣服 如果超出了我们的需要的量 就我们很多人会幻想 是 还要带好多要需要这个需要那个 结果原分不能带出去 原分不能带回来 一般来说两边的这个驱逐 一边的我们就专心是这样的 一边就专得到一边 你就把它剪两卡 然后七边旁边是其他人 主要是我们在这个收纳之前 我们这个思路两心有提示 是 很多人就说 哎呀我们一看东西我先往里面装吧 很容易出现什么 装来装就好 所以我们要先分清楚 先看一看哪些种类 对 对 但其实看种类我跟大家讲 我不用去看具体是个什么东西 你只要看样就可以了 看那个形状 这两个是一个样式的 对 这两个是一个样式的 面膜是一个样式的 其他连连翠翠翠 一个样式的 这么简单 是 所以你们先收下面 比如就先放一个打底的东西 压一下 保护一下 稍微的肥皮 然后我们就好准备了 刚才我们讲过质量 现在俩俩第二次叫施态 施态 你这个施态你这样放 然后这里放鞋 你本来第一步做对的 第二步就做透了 本来它这样很舒服 没有鞋子一压 它又 变大了 用得被撑开了 没错 所以我们是 放这些 小东西 那已经很测试了 过来看 这个里面我们发现 一种小件的东西比较好 比如说袜子 弄小东西 就是洗补套装 然后它这个整个的头型 很软 我们就好是软一点的 所以你看这些小零碎 小袜子 你要直接放进去 可以 那你不用忽然了 袜子直接看头 戴帽子 我这没有穿的袜子 也没有歪息吧 OK 如果是新的 如果是非常少量的 就对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 就需要给它 有一个知识 就是让它说出口袋在里面 因为很多人我见过说我要收根植 它在第一个意识中收 所以就会这样 压扁 那这个帽子 就没醒了 就这个就要入小时候拿 很多东西都有这个事态很漂亮 应该再慢慢讲 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词叫 是 量 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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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位 有合适的形态了之后 再看放在哪里 高跟鞋和这个模范鞋它的特性给成了 这个就比较重 比较结实 我们就耐造 就是扛重 那我们应该往哪里放 最底下 对呀 往下面放 往下边放 对 往外边往下边放 如果像是拎起来走的时候 上面沉重 那你的高跟鞋 全部都钻 这么漂亮的放在下面 踏踏压碎的部分 对对对 所以同样是鞋 那要有不同的位置来到 所以如果说想要做正确的时候 那其实是为了好够多多物品 所以高跟鞋就比较容易 一碎的部分 一碎的部分 我们再放在最上面 对我们在上面放 我跟你说老师那里差不多满了 我觉得不可能 可以把鞋塞的下 还有缺风机呢 缺风机 缺风机一般来说 我们也是要 缺到偏紫 侧面 不可能 然后你看 这些零碎的小工具 这个时候 才叫做必要的时候 是吧 受 实体 是的 对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有几个袋子 是 会怎么选 你们会怎么选 是不是有的人直接就会去买那个 收纳 七件套八件套 是 然后买一套心里好爽 该它们都套起来 对对对对 打开的时候也不是那个房间 对 所以一定是必要的时候 是台价的 你看我们这边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你看我们就分着大圈的内 这个明显是属于洗腹来的 对对对对 就放在一起就好了 我们有一个规律 对 先放大再放小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放我们的 袜子 袜子 内衣 就是皮膚内裤 对 可能说内衣袜我也不放 我也不要试试了 是 这个已经自保护 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 还有我们的浴巾 浴巾 对 这个都是就是说 脆弱的 好 我看你塞进去 哦 塞进去啊 然后 然后下一步 然后就把它撑换 就算这个时候呢 收纳组就要 发挥它的作用了 你要适合着这个 帽子的形态 对 好 就是让它变成一个 然后把它撑起来 把帽子撑起来 就是这样 把它撑起来 OK 然后我们的这个洗漱 用了 还有一些部分啊 鞋子一定要注意啊 我建议啊 就是还是要包一下 嗯 鞋底会蛮脏的 是 但是呢 平时家里面有那种 今天没有找到bc线的啊 平时bc线的地方 其实就还蛮好 收好了之后 是不是很酷 是 很多人又想找带子装 是 要干嘛 不用装 在这个就没有 好了 我们这边就 盖上就收好了 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上面本身 它会有一些收纳的空间 哇 把它用起来 再说我们刚才 第一个运动 很酷 是的 没错 所以你需要3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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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 因为我的同事非常需要面目 好的 那太好了 那就全部放在 还有没有要跟大家来说 这些关于收纳的技巧 我们很多人对整理收纳的固别 都觉得它就是一两个动作 老师 一二三四就好了 但是很多人是不是很快就乱了 整理两个小时用完五分钟 对 根源在于整理其实它是一个系统类的问题 没错 所以不仅仅是收纳这一趴 我们前面后面都有东西 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前面是规划 来 老师里面要规划清楚 中间要规划清楚 是 紧接着是要整理 要对物品进行选择 删决 对 有用的跟没用的 没错 挑选合适 这就非常的难 了解 然后收纳其实相对的没有那么多复 了解 知道一些原则 我们刚刚说了四十季度就好了 是 最后这个维持 很多人做不到 嗯 主要是一个 很多人的维持是用NOTS在维持 就我想象的一个东西 我用完了就放下去 是 但是实际上没有把它放回去 实际我们要实际的操练 更好一遍 形成一个 记忆 不叫路径之来 你一个养成的新的习惯 其实需要有一些时间去有一个 哎 你实践面操纵一遍 你就会有一个记忆 全部走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整理生啊 就可以一年做一次 那老师我们其实准备了两个 我们同事家里面的样子 哈哈 就是两张图片 所以如果 应该我觉得很多女生产也是这样 比如说衣柜 对 就真的衣柜永远都会这样 就是整理 花了四五长整理好了 之后维持两天 第二个星期都不用第二个星期 第二三天 又变成这样 你们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 你们的衣柜是不是也是这样 大家衣柜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特别容易乱 打开了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种 老师这种算什么样的状态 你看啊其实那个东西有点多 是 反应了整理的一个问题 是 多 那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杂和杂 是 首先那就是分类不清楚 嗯 很多很多种分类 没错 就是杂 你看很多人头痛就叫杂物 手拿这个头痛 OK 太杂了 是 要分个十八种类 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散 一件衣服这儿也有 那儿也有 走到哪儿都有 那这个就是它的地点位置 是杂物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如果说我们这个整理主要是来 就是治疗乱这件事情 没错 不乱其实主要提前 乱是很主观的 对 我觉得不乱是怎么样 对 对 那我们可以把它切分成多 砸散这三个点 是 然后把三个点进行一个优化就行了 没错 把多的变少 然后把乱的变成 把杂的变成有分类的 有分类的 然后把伞的变成真 集中的 集中的 我们接下来转下一个镜头 让老师直接实地操作一下 好 告诉我们 一般大家收纳衣柜应该如何操作 看一下 我们普通家庭里面的这个 已出入大部分的时候 都长这样 所有三个空间 就是上面一个空间 中间一个空间 然后底下一个空间 没错 就是三分 那么但是呢 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很多人都搞错 它们的用药性 对 和用复 这是我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来讲一讲 就在我们国内 很多人 我家里面 其实黄金区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 我们方便学会的地方 但是啊 因为它挂得太满了 所以黄金区很多人 一股就掉下来 他就不想再用了 还有一个你看 我们这个是黄金 下面是白银 很多人以为上面是白银 就找不到 就要往上面找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往上面找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要颠 颠角 颠角还要找一个 椅子 踩上去 对所以它需要别的工具 如果你家现在根本找不到 一个任何的椅子 你怎么办 只能颠角 我给你顺序蹲下来 好 对我们可以蹲下来 你可以蹲下来 所以白银区在下面 对不对 所以除了中间这个地方 是最黄金的区域之外 下面其实是第二个黄金区 叫白银区 白银区 没错 其实最上面是青铜区 对 当然我们这个格局 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对对 你看家庭也有稍微高一点 对 然后你的那个黄金区 就跟我们一样 我们来伸手 不会黄金区在这儿吧 你把这个手势抬高一点 抬高一点 再抬高一点 嗯 稍微的跌一点点 脚的上缘 上面比较黄金区 这个地方是黄金区 才是上缘 你不要被这个格挡不到 所以我的黄金区就是这个 这儿到这儿就是我的黄金区 No 你的黄金区就下沿在你 稍稍归蹲的这个手 所以我的黄金区在这儿到这儿都是我的黄金区 没错 我的盲区只有在 这儿 是不是 了解了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黄金区获大 哦 好多人啊 你看就像那个做王皮套 如果他的胳膊腿都会撑起来 时间长了 他只能做到这个位置 然后你要整个人全部蹲下来的地方 就是白里去 我们看一下老师其实今天把我们两个衣柜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老师把这边的衣柜整理干净 因为我没为了解决大家的时间 所以直接做了一个对比 要吗 分离 如果一年不用 或者是半年左右不换 我们可以把这个全放到顶上 是的 或者行李箱也放 没错 当然要保证你行李箱是可以的 所以你看啊 我们的这个上面的这个空间 其实可以放一些就是 因为我们随手能够告诉 人家其实完全可以 而且他一定是这样子 全部是最外展示的 一定要这样跑过来放 然后把那个看不见的都放到后面 我们的胜大的原则叫 好拿好放一眼可见 哦 如果你做的一个收纳 看去什么 想半天去什么 那就是好处 被子放上面就ok 因为他背入比较轻 是比较大比较轻的东西往上面放 ok 啊小间不要放在 都比较重的东西当然就 老师应该这边的衣物储藏的比那边要多一倍吧 哈哈 不止一倍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棒 其实我们其实很容易我们知道 就是就是白油曲的地方 是的 半黄金处的地方 没错 因为其实这个地方其实没有那么多东西 一边提供的场合 就挂了下面 对 下面都是有一些可以说它的叠 没错 我们自己来讲一下啊 就是我们打打黄金区一定要利用好 黄金区一定不要忘记它有挂的功能 是 我以前也见过很多客户 他就不要叠 那叠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存储类 是 或者说不用这种 我们就像加了抽屉 他可以把这个镜伸拉出来看 但很多人就直接叠 就会出现有那个情况 铃毛衣 一抽 一抽全部都散掉 对 所以这个挂一定要挂好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的那个病 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喜欢挂 是因为第一挂的太满了 第二个毫无规律 第三个挂的没有美感 是 所以我们就用那种生 我们觉得啊如果是非常非常好看的话 我是愿意挂的 比如说你看一下这边要对比一下 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觉得不舒服 我觉得他们有任何的分类 其实最重要的 没错 最重要的是你看啊 一架 最重要的是一架 最重要的是一架 而且这个一架有一个核心点 就是它的这个 尬的高度 你看短了长了短了长了 最后视觉上会觉得不舒服 那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你说我全换了脚的 这个是可以的 完全OK 一架的问题 高度和色彩要移植是非常重要的 视觉体验 实在是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会买不一样的一架 而且我们不会为了加裤子 加裤子跟加工挂钩 又不一样 怎么办 我觉得就两种吧 就是裤夹 够了 就两种一架 不能再有第三种一架出现 要不就不容易整洁 对的 我觉得是足够了 还有就是有的人会有那种就是 比如说用换系的衣服 它是沉不住 沉不住的那个很薄的衣架 稍微的厚一点 比如说有人西装 西装的那个用很薄的衣架 对它沉不住那种比较厚的 稍微留两颗 然后呢一般来说 绝大多数的都能够超微的 因为挂衣服毫无规律 是 毫无规律 全部都是这样 平衡 平散就挂 平散就挂了 然后呢这个空间 可能没有太多被忽略了 就是 对 全部挂满就忽略了 我们刚才已经摆了这个样式 是想告诉大家 你只要说的话 一点点的心思 给它有一个小小的排列 从长到短 颜色可以从深 不是斜坡 对 斜坡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就会有一个空间出来 你就可以放一个箱子 甚至加一个盒子 都是可以的 扭转的 哦 这个黄金区就非常的丰满 是 它都会掉到运用的非常的好 是 所以你的这个衣服稍微排一排 就有空间出来 如果人家比较小 我刚才见到我很多人 他就运不掉很多 你看 收痕 他就收痕 你看我这里还可以放很多很多 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如果你真的这么紧的话 你这个衣服 对吧 拿一件都能够带出来 你两次三次就不想穿了 所以我一定要讲 悬挂的时候有一个原则 每一个衣服之间要有间距 要要呼吸 那这个间距是以什么为标准呢 就是我们拿起来的那衣服 它不带动给旁边的衣服 你放进去的时候 它也能自然落魂 那这就是一个好的间距 衣服与衣服之间也需要呼吸 然后呢整个的排列完了之后 几分满 八分满 吃饭八分满 是刚刚老师没有注意到一个点 就是你看一下第一层抽屉 我既然没有发现 这个抽屉里面可以放这么多东西 我猜啊 我猜屏幕面前肯定会有一些人说 没有人这样弄啊 像那个店铺里面白的一样 而且你看外面都是这么保管 我要厚 我要这样那样的 是 我跟大家讲啊 其实这个事我一定要说明一下 因为我见到很多所谓的什么 这个重大博主什么 他们在吐槽这种风格型的风格 是 我就说哎呀我就全部拆掉 没成这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 很多人其实喜欢 是直接不加 不加 不加格网 对 他说这样的话我空间会大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我跟你说 十个人里面 有八个人 喜欢这样的空间 有两个人是喜欢这个的哦 所以存记 有一些人他不是很 就对收纳没有什么概念 是 或者找别人规定会 就能放下去 他就怎么觉得很棒 是 那这些人是需要有这样子的 一种收纳来助理的 当然你说我真的很不喜欢 这些网络把它去掉 就好 所以我是觉得很多时候 就是没有不可用的东西 就看你怎么用 哦 你怎么去理解这个东西 因为我一直不提倡 很多人说哎 这个东西很鸡肋 一个很不好 其实每一个物件都 存在着它的道理 都有它的道理 他有一群人真的是需要它的 就是尊重的问题 对吧 没错 而且你要了解这个 我觉得真的是收纳 有好多好多哲学的一些问题 跟道理在里面 那老师 我觉得今天请你来 我们一定要让你带 直播间给大家一些 真的有用的小 tips 跟小技巧 就好像曾说 其实我也想要 我也知道这样收纳 会很漂亮 但是我不知道叠 我不知道放 我不知道怎么样 归类我不知道怎么把它 从一个大为 整个小的东西 我们来教大家如何叠 如何把什么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你们可能家里品是多的 比如说内衣 那些衣裤啊 包括袜子啊 包括毛衣啊 就如何给它更加的整洁 和放下 有更加的好放 先干一件事 找给你们做下来 千万不要这样厚着脸 我记得吗 很多人就在床铺上面这样脸 脸到脸腰脏背后 是 你不享受这件事情做不好 你看啊 我们普通这个 买了点 你要稍微多多水漂 一些一些 或者说你说我不建议去穿 但是你每一次穿 是不是都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拉开 然后这样子去 对 对 没有人穿袜子这样穿的吧 是 不会直接再进去 所以我们就是 相当于收纳是为你的生活做好预备的 然后你就把它按断成形状 你穿的时候也怎么穿 脱也很多 洗也这么洗 时间长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适合你穿脱的脚型的袜子 然后我们就把袜子正常的 你看你穿时间长了这条鞋也没有 这样被丢出来 你拿着袜子这一穿就可以了 是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有一点点就是觉得 建议空间的同学 其实注意 袜跟一个朝上 一个朝下 你会发现跌过来 有一点点空间就被几个小 是 如果你不记得算了 就不就当我给了袜子 对对对 然后把袜跟对着自己 袜跟对着自己 然后开口就是外面 开口就是外面 你看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下我不收纳的东西 我们那边找一下那个袜子 我们很多人 绝大多数人都不太喜欢 花时间这种事情 所以我跟大家就这样的方便 对着再对着 就看到这样 对着好 就比方便 哦 比较适合 就是比较方便 比较简单的 它用漂亮 就是没关系使用比较艰巨 OK 那还有一个要点啊 就是刚出去了 很多人叠出来东西跟什么 它夹心 夹了一个舌头出来 然后它放的时候它这样放 你就得想 这是一双紫色啊 怎么还双绿色啊 你就想好久 哦 你要把这个芯给它收进去 然后你就叠一次 这个就有一个面 是 不要想了 永远知道这是一双 对 然后呢就一双一双排列好 排列好了之后 取的时候 穿的时候取一双 对吧 然后呢 后面都要看 往上推 然后它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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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话 你的衣服是有一个 每一件都穿过 对它们来说都是保护的 了解 很多人都等着一个死就穿 是吧 其他的全放着不穿 对吧 你要有那么计较 其实我觉得袜子内裤 一般都说就是六个七个 足够了 没有那么多 ok 要勤更换 你勤更换 没错啊 然后呢你夏天和这个冬天的袜子 上下放两个 这样上下一定要放出来 ok 厉害 对那老师如果内裤有非常多的话 我们讲三个女生的 好 我们来讲三个女生的 是 所以女生会比较的精致一点 对 希望有一些空间也非常 那你看我们这个内裤的部分 大家放在这里 做任何一副折裂的时候 都要先自己拼 是 然后还要注意 我们以前的衣服都是束的 一定要把它横过来 所有的衣服等下我讲 不要这样 横过来的话 很好的操作 横过来的以后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是一个 当做它比较的脆弱 是 然后也不太比较私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两边进去把它遮住 把它遮住 然后呢 我们再想让它进去一点 我们把这个小包口打开 然后我们把剩下的部分 看到这个小包口 是 放进去 我让老师再给大家示范一遍 如何把内裤折得非常的整洁 让你不会那么容易尴尬的那种情况 来 我们男士内部也是一样的 原则都是把它配成一个称号 然后这个口开开来 折过去 折过去一点 然后剩下的部分怎么样啊 折过去 然后呢 找到一个最上面的这几次 然后放进去 那老师我们还有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的T恤 就大家应该就是马上要换进了 然后家庭比较小空间的话 T恤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没错 T恤该如何点 我们现在很多人是 其实T恤有的人是一年四季都穿 是 我们来看看T恤怎么叠 好了 我们叠衣服的时候 很多人拿出来的衣服 就是洗过来的时候 就是皱皱的 是 没有亮好 还有一步可以救一下 抖一下 抖一下 所以叠衣服之前先抖一下 把那个经络疏通一下 然后呢 我们要开始 做一个基础打理的工作 这个工作非常重要 很多人就是 不做这个工作 时间长了以后 就会发现没有叠衣服 因为叠出来没有成就感 OK 铺平 铺平的时候也需要 中间一下 上面一下 前下面一下 你看铺平的这个动作 其实很静心的 是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自己也建议 心情净强 对吧 你抚平的时候 就仿佛在一场之心里 有那么感觉吗 有有有 而且你会发现你在检查里面 是 有的时候有一些尴尬的问题 或者油渍啊 或者什么没有洗干净的地方 知道了 了解 所以这一步做完了之后 后面都非常的简单 是 我们有一个步骤 刚才讲到了 我们把衣服要横过来啊 一般来说是 左手 就是你的这个领头的部分 你最后的衣服都这样 是 好了 我们剩下这两边要进来 两边要进来了 你看哦 绝大多数的人都喜欢 放进来一点点 但是放进来一点点 我们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包不住 你等会拿不起来 所以我们都进三分之一 约等 那么折过来的这个宽度呢 也可以根据你的衣橱衣柜的 这个超级的宽度来决定 那么通常来说 我们的手啊 这个人的手放在这里 不规则的要包进规则 是 不规则的部分 我们就先开始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要点 很多人呢 别衣服都用手指 所以会变得非常好 嗯 我这里呢给大家讲 你别东西 一定要动用你的手掌 是 甚至手 是 所以我们这里小的衣服用手掌 你要用手掌来 连过来之后 你看 基本上也是 这是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流出来一下 然后我们直接做一个七个的 来 把这衣服过来 压一下 然后呢 直接再压一下 就可以了 哦 它就能够立 来 站起来 这个方法呢 非常的风靡全球 但是有很多人 会露出小脚子 会露出小脚子 就露出来了 像像包脚子露馅儿了 是是是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这里 一边呢 就是从事这里工作 有六七年的时间 我去过很多很多的家庭 我做过很多的事业 我教各种各样的人 自己的衣服 结果发现 大多数的人 他们家里面 都不喜欢这种衣服 嗯嗯嗯 他他喜欢另外一种 是 然后我讲到包脉 也就是说得到这一段时间 是 然后呢 他就把它拉开 然后把它塞进去 像刚才那个小铃子 然后把它塞进去 大部分的人 我只要一掉到这个步骤 他说我就给你这个 是 他就有一种 一放进去 安心的感觉 安全的感觉 安全的感觉 对 因为你看你这样去丢它 它也不会散 它也不会散 就包括如果你抽出来 如果把它抽到地上 它也都不会再点 所以多一个动作 可以让你多有的 安心的感觉 对 换季我们收纳衣物 有什么样的小技巧 好 你们一般 羽绒服啊毛衣 对吧 羽绒服毛衣比较多 所以羽绒服毛衣那些 要包括被褥 就是怎么样去收纳 会比较的好收纳一些 好 我来看一下 先看见毛衣 哎 我们如果说有一件毛衣的话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毛衣呢 可以斩叠 斩叠 斩叠的意思就是说平斩 或者说让它显示出来 因为毛衣很好 了解 让它显示出来 所以这一件毛衣呢 我们很多时候 叠的时候 你要以最大的这个面积来看 是 其实你可以把它叠得 宽大 哦 难理解 就是对折 对折 一般来说我们刚才是三折 三折是为了好拿 毛衣的话 其实没有必要 我就让它宽大 对折 然后把它的显现出来 对 然后甚至在部队里做 这样放进去 就放上去 是 然后就可以看到 这些毛衣大概该是哪一件 对 你看你刚才这样子 其实也还好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从 面上来看 还不够齐 所以说这样的毛衣 我刚才亮起 还是觉得有点怪怪 是 如果想把它挂起来 你就可不可以挂 毛衣不能挂毛衣 挂会有两个小千千 这样出起来啊 嗯 一般来说毛衣是可以挂的 真的啊 所以有一些非常沉重 放一间的毛衣 ok 但是如果你要是非要挂的话 我会很想把 我们来拿一下 好 我来到底拿 这个时候我们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稍微的 刮一点 稍微一点 它会比较沉重 因为你要看你衣服的体量来选 对 是 我们把毛衣也是像刚才那样 就是 对折 对折 因为毛衣不太会出现脂肪很沉重 是 我们就把衣服放在这里 把它两边撒 不会有任何车 哦 然后你去擦它 要撒的话 就直接衣服 塞进去 稍微的塞 但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不容易不走 它有一个小小的贴力 哦 那老师如果是用 比如说背鱼啊 或者是用牛腹啊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这一季 全部穿满了起来 里面 就起键一起跌过 弄一个压缩带 一收 其实还是蛮合适 那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 很多人都会觉得 哇我把功能弄去 只要把它压得很别 我就有一种成就感 是 但是所有的压缩带 其实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其实不是压缩 是防尘 你要注意压缩带的功能 第一个防尘 是大于压缩的 是 那第二个呢 它有压缩的功能 但是注意所有的压缩带 都不要压缩过度 尤其是羽绒 你看羽绒服 它是根据它的那个里面 那个织绒 蓬度 来决定它的好暖性 好暖性 所以你的这个棚绒 它这个绒 是这样自然的支撑在这里 你要很很过度的 很时间的抗压缩 我觉得老师刚刚说这句话 非常有道理 为什么我要去花那么大的价格 去买一些 就是绒的蓬缩度 更好的一些 鸭绒 鹅绒的 然后我收它的时候呢 我去 拔鸭断 哦 然后我那个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的一个 越穿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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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穿越没有形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taste 我就觉得很多女孩子 她其实可以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不用买那么贵的东西 是 对吧 但是你可以把它保养得很好 就是穿出一两千块钱的感觉 我们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如果那个毛会被压 也会压断 其实一个压桌袋 最多转两件 对不对 会再装多 当然要看鱼鱼的那个厚保 厚保度 对有的那个 有的那个 外领 它会比较厚 有的就非常的脆弱 是 然后就没有办法 很严密的去压制 是 我觉得这是把握一个度 是非常重要的 好吧 那老师其实 就现在女生呢 会比较的追求那种品质生活 包括我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同事 他们也请过收纳师 或者也去做过收纳这件事情 所以因为你是非常专业的玩这两天里面 所以你可不可以在我们直播间 也跟大家说一说 就收纳我们该不该请 和我们应该符合正确收纳 跟理性收纳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会说 我就要花 因为我知道收纳很贵 对吧 收纳是按频密 按时间 按算价格 然后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前提是 当女生有这样的需求 或这样的习惯之后 我们才要去做收纳 或者是当我们想要把自己的状态改变之后 我们才要去做收纳 还是怎么样 其实佳琪是她就给我开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让我觉得很好的思考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市面上 做出清楚是不是整理是收纳师 收纳师 其实很多时候整理收纳很多人都是一起干的 那我有时候也做整理事 也做收纳师 那么其实整理的收纳师完全不一样 该办该办 整理呢我们主要是对物品 对物品 一直在分析人和物品的关系 比如说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想要做哪些事 然后与这些事情相匹配的 我要拥有哪些物品 而且物品它是怎样的一个合适物 要怎样的一个量 要怎样的一个质 要怎样的一个选择 了解 这个都是非常具有哲学性质的 其实很多时候做整理反而是减少减少 那么做收纳是另外一回事的 那我东西全部都确认下来了 然后呢 我要开始考量这个物 如何放在我的柜子里面 所以这就是物品和空间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这个部分而言的话呢 收纳 收纳 如果是单纯的收纳师 他就得考量你的量 考量你的空间 所以我们整理师是按小时收费 但收纳师是按平方 所以你们在一起整理或收纳师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你到底是想要整理还是想要收纳 没错 要不然你可能想要的东西 和你最后成绩穿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像我跟他之前也跟佳琪一起聊天 然后再去说 哎呀我就是觉得我一个人收纳 我好孤单 嗯 我想有人跟陪我 是 甚至一跟我说说话 教教我啊聊聊天 是 那你就很适合请整理师 哦 因为 可以跟他一起去整理好你自己的房间 跟你想要的状态 对 你会发现它更加贴近于你 对于你自己的一个理想家居状态 理想空间的一个状态 是 而那个空间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肉眼 可以看到的实物的物质的一个世界 了解 更多的时候它在影响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会觉得啊会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所以这是我觉得整理师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而且我今天下午还跟老师探讨了一个点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 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佳琪我们今天上课的时候 一定不要去强迫或者给女生一种 一定要把自己家里收纳好的那种强硬的要求 没错 因为这种要求是带给别人五块的事情 对不对 对 所以如果你就是你突然看到一条视频 或者突然看到一个你梦想家里面的那个样子 或者你突然看到一个你很喜欢的人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会收纳 而且非常会把自己都是变成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人 那如果你不是那样的人 你就不要强求出这样的事情 对 如果你不是那样的人 你觉得完全你的时间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那你就接纳自己的这个模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 就是乱也要 你喜欢弄乱 整理好事 你真的已经准备好去整理和收纳的时候 你再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 哎呀那个 我们想要让身边的人做一切 或者说我们理好了他又弄乱 我们就很猛脑 是 其实这个根源性的问题在于 其实每个人对于乱的标准是蛮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吧 你家老公他说 啊这已经整理好了还要你自己什么 但是在我看来可能还有很多的部分 那我是觉得啊 首先你要放松 你要去想整理这件事情 它就是生活中的一个部分 了解 那你的生活中一半是零乱 有一半是整齐 就足够了 就已经很好了 就已经很好了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在一个状态下一直生活 没错一定要接受 而且你的生活状态 它不可能说一直是镜头面前啊 非常的精致 要别人一直挑撕 所以你一直这样的话 你们很紧张 然后就一定会有这种强迫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所谓的就是喜欢做整理 其实是强迫性做整理 或者说爱于别人的前面 然后觉得你只有这样想对了 那样的话他的生活会非常的辛苦 他一直在维持表面的这个整齐 就是未收纳而抗纳 未整理 非常感谢老师 好的 我们下次再请你来我们昨天晚 谢谢你 辛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理解 谢谢老师 辛苦辛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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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